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化新陈代谢 你知道有些人不管再怎么吃 再怎么不运动 却永远不会变胖吗 他们令人羡慕的能力可能来自于颈部蝴蝶状的甲状腺 甲状腺是负责新陈代谢的器官 它释放出的荷尔蒙能控制身体燃烧卡路里的速度 而你可以透过补充营养来强化甲状腺的能力 多摄取富含点 鲜和锡的食物 这些包括点盐 枣类 肉类 费类和巴西坚果 多喝水 喝水能使新陈代谢提高10%至30% 特别是冷水 科学研究显示 冷水能使身体燃烧更多卡路里 因为身体必须加热才能使腹中的水变暖 每天喝6-8杯水就能使每天的新陈代谢增加到50卡路里 也就是说在你休息的时候也能燃烧脂肪 洗冷水澡 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洗澡的水 如果水温低于21度 身体就会试图产生更多热量来保持温暖 而这样就能加快新陈代谢的速度 并燃烧更多卡路里 但别只听我的话 你刚刚也听过了 美国国家卫生院的研究发现 淋浴的水温低于21度时 能使新陈代谢的速度增加93% 而水温在14度时 速度能提升至350% 先从5分钟冷水淋浴开始 之后每周加一分钟 如果你还受得了的话 小睡 这些技巧都能帮你在睡眠时燃烧卡路里 都能提高休息时新陈代谢的速度 但只要睡满8小时 就能直接消除300卡路里的热量 另外 当你睡眠不足时 身体会需要更多能量 由于身体无法从小睡中获取能量 因此 它开始试图从食物中找寻能量 身体的荷尔蒙会变得一团乱 开始产生更多饥饿荷尔蒙 并减少让你感到饱足的荷尔蒙 一项对少数健康成年人进行的研究 要求他们每天只睡6小时 持续5个星期 结果显示 身体在休息时的代谢速度 降低了8% 调低室温 温度较低的时候 身体会需要燃烧热量来保持体温 而热量的来源就是卡路里 因此 当温度越低时 身体消耗的卡路里量就越多 就跟刚刚提到的冷水法是一样的 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在睡觉时将空调调低至18度 身体能在你入睡后 替你消耗许多热量 而只要睡觉时 没有穿上太多衣物就没问题了 否则你唯一收到的成果会是 你的电费账单 早上来杯黑咖啡 我说的可不是加了鲜奶油的全汁拿铁 虽然听起来很不错 不过要减重的话 还是喝杯黑咖啡吧 咖啡可以强化新陈代谢 并在你睡觉时帮你燃烧脂肪 美国国家卫生院 也研究过咖啡因的效果 发现它能帮助偏瘦体型的人 多燃烧29%的脂肪 而偏重体型的人也有10% 咖啡因能直接进入神经系统 并命令脂肪细胞自行分解 换油而不是换食谱 你不用放弃油炸食品 你只需将烹饪用油 换成更健康的油类 像是椰子油或棕栗人油 研究显示 在早餐中加入两食椰子油的人 在午餐时比较不会感到饥饿 而且下午的食欲会比较差 这两种油容易分解 并更快被吸收到体内 它们也能加快新陈代谢的作用 帮食物加辣 在食物中加入一些辣椒 墨西哥辣椒和意大利辣肠吧 这些辛辣的食物中 含有一种称为辣椒素的物质 它就是让你在吃到超辣食物时 会想喝牛奶的原因 总之辣椒素能帮你加快新陈代谢的速度 让你每餐可以多消耗10卡路里 辛辣食物也会降低食欲 晚餐吃一片辣比萨 会让你更容易饱足 让你到睡觉前都不会有饿肚子的感觉 用苹果醋来调味 实验证实 在饮食中加入苹果醋的人 每天会少吃近200卡路里 这是因为苹果醋压制了大脑中控制食欲的部分 所以它们比较不会感到饥饿 苹果醋还能减少体内脂肪堆积的数量 只要在沙拉中加一时苹果醋 就能促进新陈代谢 并防止代谢速度下降 吃一些碳水化合物 鸡肉会使碳水化合物来加速新陈代谢 过程是这样 假设你正在吃复合性碳水化合物 可能是全麦面粉类或燕麦片 你的身体会将这些碳水化合物分解成糖类来获得能量 如果有多余的糖类没被使用 则身体会把它以脂肪的形态储存 但如果你正在举重 则身体会把它用来作为运动的能量 健美选手在运动时会多摄取50%的碳水化合物 而它们新陈代谢的速度也比平均速度快14% 多吃蛋白质 与分解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相比 身体在分解蛋白质时会消耗更多卡路里 例如你吃了200公克鸡胸肉 这样一共是330卡路里 光是消化这些蛋白质 身体就先燃烧了99卡路里 但如果你今天是吃一块巧克力 所有卡路里都会被吸收掉 蛋白质还可以帮你建立肌肉 而说到肌肉 去健身房 我懂 我懂 主题明明说是在睡觉时顺便减肥 但先听我说 如果吃了蛋白质而不运动的话 身体就会把它们准变为脂肪 因此即使吃蛋白质是件健康的事 你也得让身体把它变成益处 透过负重或者依靠体重来进行力量训练 就可以使肌肉变得更大 而就算你在休息 结实肌肉每天也能燃烧50卡路里 除了建立肌肉外 做一些高强度的锻炼 这些锻炼不仅速度快 强度也很高 包括登山式 开河跳或深蹲等 都可以让你在锻炼结束后保持脂肪燃烧很长一段时间 这里有一项观察过重年轻人进行12周高强度锻炼的研究 研究发现他们的脂肪少了两公斤 腹部大小更减少了17% 虽然什么都不做和睡觉很棒 但如果你希望躺在床上也能燃烧卡路里的话 那定期锻炼可以帮上忙 而且你还能获得结实的肌肉 在饮食中加入纤维 燕麦 莓果 花椰菜 豆类和坚果等食物中含有的纤维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你还是可以继续吃那些不健康的食物 但也许至少能加入一些豆类 苹果和草莓吧 当纤维进入消化系统时 它会阻止身体吸收多余的脂肪 高鲜食物咀嚼的时间也比较久 因此饱足的时间也会更长 不要降低卡路里摄取量 有一个迷思是 如果降低卡路里量 当胃里有食物后 身体就会马上开始新陈代谢 嗯 事实刚好相反 如果摄取量不够 身体就会降低机能来节省能量 接着便会分解你辛苦获得的肌肉来补充能量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身体还会储存更多脂肪 因为身体认为脂肪是保护器官的防护层 诀窍就在于每天都要吃进足够的卡路里 并确保饮食中含有大量的纤维 复合性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只要不觉得饿就好了 这我倒是很乐意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知识 请给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这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其他影片 你只需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并继续保持量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